大家好,我是文瑞 谈到今年整个芯片产业的发展 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 就是说今年整个芯片 它产业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下行周期 然后有人就说 你看台银店的表现 有些方面都不尽如人意 其实我是不太赞同这种观点的 我觉得现在的整个芯片产业发展 并不是进入到了下行的周期 而是它进入到了一种正常的一个状态 什么意思 就是在去年前年这两年 它整个芯片的产业的状态 其实是不正常的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说在去年和前年 因为很多人要在家里面办公 在家里面学习 甚至在家里面娱乐 在家里面做很多事情 它需要很多电子设备 然后它要访问很多网站 去谷歌 YouTube Twitter Facebook 对不对 这些就是说网络公司 他们就需要扩大他们的云 对吧 需要扩大他们的数据库 对不对 整体它就是对芯片产生了非常巨大的需求 包括也有一些企业 他们要就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焦虑 他们要提前购入大量的这种芯片 比如在中国的很多企业 他们觉得美国如果一旦制裁我们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才提前囤货 购入了很多很多的芯片 总之各种各样的因素 它交织在一起 就是去年和前年这两年显得特别的特殊 好像一下子大家对芯片的需求 一下子变得很大 而且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去年和前年这两年 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 它可能是把正常来讲 要在未来十年 八年或者十年消费的芯片 在前年去年两年全部都消费了 这就是我当时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你就看起来芯片不够 然后整个芯片期的 它的赚的也是盆满 它的股票涨的也很多 那么整个时间点走到今天 到现在我觉得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在前年去年这段时间 它可能把未来整体的很多芯片 都提前消费了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状况 在韩国是这样 就是我住的小区旁边 有两家无人的商店 有两家无人的咖啡店 而且现在在我住的城市 基本上你去停车场 已经没有人再来收费了 全都是有设备 你自己去结算 然后自己把车开走就可以了 很多饭店 包括什么麦当劳 很多都是要自己去 在机器里面点餐 就是它经过这两三年的变化 它用大量的芯片 把人类社会已经铺就成这个样子了 本来应该是晚几年的 所以说 由于大量的芯片需求 才使大家觉得 好像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需求了 好像进入下行周期了 不是这样的 它现在就是进入到了一个 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未来 芯片还会不会有大量的需求 当然会有大量的需求 在未来 比如说电动车 比如说无人驾驶汽车 什么物联网 对不对 5G 6G 什么打数据 等等的人工智能 所有的这些芯片 它还是会有大量需求的 那么能够生产芯片的国家 能够生产芯片的地区 和这些公司 它们在未来 还是有相当大的潜力的 不要看台义店 在过去段时间 好像有些表现不是特别亮眼 但是未来 它一定是会非常有潜力的 我一直在强调 芯片它就是未来 它就代表未来的希望 在物资这个层面 当然以前我总这么说 可能有很多人 他不一定认同 不过最近 有人站出来 为我的这种说法背书了 他就是谁 大名鼎鼎的巴菲特 巴菲特他 最近这段时间大家看到 他就是陆陆续续的买入了 台积电的大概41亿美元的股票 然后他已经成为台积电的第五大股东 我看到新闻是这么说的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 业界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 有人说他为什么买台积电的股票 有人给出的理由是 可能前两天拜登和习近平见面了 他们可能说了什么 什么习近平可能保证了说 我不动台湾了 然后这个消息可能就是 通过什么渠道传到巴菲特耳朵里了 巴菲特就动手了 其实这个不是讲 因为巴菲特他勾入一股股票 并不是说就是 拜习会结束以后 他勾入的 他已经陆陆续续的 在这之前就已经买入了 他也不可能因为说 习近平 比如说习近平有这样的承诺 那你说巴菲特能信吗 对不对 巴菲特当然知道 在中国社会 北京很多话 他是承诺 他是根本就不遵守的 对不对 怎么可能因为就是习近平 他说明说 我不知道 就假设他说的话 这个事情让巴菲特知道 巴菲特也不能就以此作为依据 来购入谁的股票 对不对 因为他知道北京 是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 这个事情 我说的稍微有点多了 那么巴菲特为什么买这个 就是说台银店的股票呢 其实巴菲特他以前 他其实他对于这个 就是说科技股 他多少还是有些排斥的 但他现在买了 就是说他现在搞清楚 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了 我刚才像我刚才强调的 未来就是芯片 芯片 那哪芯片做的最好 就是台湾 这个庞大的 就复杂的 非常完备的这个产业链 在台湾 台湾里面的皇冠 当然就是台银店了 对不对 台银店的实力就不用说了 对吧 都开始像伊拉米进军了 而且台银店更重要的 也是巴菲特最看重的一点 就是这个企业的管理者 管理团队 他们的人品 他们的道德感 对吧 他们的信用 这个是巴菲特他买股票的时候 非常看重的一点 那么台银店 当然他们的那种 就是表现出来的那种素养 当然也是会让这个 巴菲特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说 这些才是他买入股票的根本原因 当然了 有人说那巴菲特难道他不担心 北京会对台湾动手吗 但这肯定也是一种考量 那还是像我说的那种感觉不坑 巴菲特他也能认识到这一点 就是说台湾整体芯片产业发展的越好 那么台湾就越安全 为什么呢 大家都需要台湾 大家都不能容忍别人动台湾 对吧 北京可能也轻易就不敢动台湾了 所以这个是我考虑的这些因素 那么巴菲特他这么做了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什么 他起到了一种榜样的作用 榜样的作用 现在很多资金 很多热钱 他不知道该怎么投资 现在在当下这个社会 你说投资房产 比如在韩国 房地产价格不断往下走 你说投资虚拟货币 好像也不保险 投资股市 很多企业 也不好讲 对吧 甚至包括一些科技企业 以前大家比较看好的 像什么脸书 像什么亚马逊 可能好像经营状况都不行 对吧 像推特 可能现在也是在处于起伏之中 该怎么办 我们该把钱投到哪里去 好了 这个时候巴菲特出来了 他给做了个示范 就投资台湾 投资台铁店 他这么一做别人 可能也就跟着来了 对不对 你投资台湾 怎么说 台湾整个这片土地 他不玩虚的东西 没有什么虚的东西 全都是在实实在在的 搞实体 搞这些硬件 不仅仅是芯片的 等等 很多很多东西 这我就 今天就不一一赘述了 你投资台湾的话 就算是他们的股票往下走 也不会走太多 因为它是很实实在在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这样的话巴菲特带着头 未来我的财测就是什么 会有大量的各个国家的财富 自己以美元的形式进入到台湾 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我就一直在讲 台湾的好运才刚刚开始 对吧 这几年因为卖芯片 卖的是盆满不满 今年刚刚有人强调了说 好像要进入芯片的下行周期 结果巴菲特就出手了 又把股市给带起来了 它带起来的不仅仅是 台义电的益价整个台湾的科技股 很多公司的股票应该都会往上涨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未来我相信还会是这样 所以说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这样 我是这么感觉的 它就和大陆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 前两天我做了一个视频 我说台湾就像在大陆旁边的肥肉一样 可能有可能把北京逼疯 当然我这么说 可能有些台湾朋友不爱听了 当时给我提出了很多质疑 可能这个话说的确实有点不太假了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台湾做错了 不是这样 就是台湾你太优秀了 你做得太好了 可能有些人他比如出于妒忌 出于一些什么心 他就会受不了 当然这不是台湾的错 我是这么个意思 可能有些台湾朋友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并没有说台湾做错了什么 只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看看咱们再看看未来的趋势 台湾 我都相信台湾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然后北京在很大程度上 它也不敢动台湾 它真要动台湾 别人也不干 就这么一个趋势 好 这集聊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